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而且他讨论的问题有闭门的 然后也有公开给外界看的 其实重点是在闭门 那些在外界的其实主要就是等于是公开资讯的分享 但是闭门的说实在我们没有办法从外界的媒体知道的太多 这是一个蛮可惜的事情 不过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个会议一直保持他一定的神秘感 而且因为这些高阶官员的参加 让慕尼黑安全会议变得是国际上国家政府之间 在讨论这些国际安全议题时候的一个很重要的交流平台 所以今天我们会花一点时间谈谈慕尼黑安全会议 在谈慕尼黑安全会议之前 我想说最近是厄乌冲突的几乎是周年了 因为今天播出的时间是2月22号 2月24号 俄罗斯突然就回军乌克兰 所以就在满周年的前两天 或许我们可以很快地回顾一下 俄罗斯与乌克兰 它冲突目前的一个状况 虽然说听众观众朋友可能已经觉得说 怎么又要讲这个俄罗斯乌克兰的冲突 可是呢 它确实有一些 在我们当今人类社会上面 可能必须要多加关注的一些点 譬如说 俄罗斯 它是一个核武大国 但是呢 它不用核武 去针对它的 临边的弱小的国家 也就是乌克兰 而乌克兰被侵略的时候呢 它居然可以靠着美国为首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这些经济援助 武器援助等等的 竟然可以跟俄罗斯 它的不是精锐部队 打一个勉强算是平手的一个局面 虽然说啦 乌克兰的东部东南部的不少领土 已经好几个台湾大领土 已经被俄罗斯占领了 但是呢 至少你可以看到 乌克兰得到了这些西方国家为主的军事 还有经济援助 而同时呢 俄罗斯嘴巴上是说 你不要再把这些具有攻击性的武器 运到乌克兰 不然的话 我会视为是 对我的直接的威胁 甚至呢 俄罗斯的这些高阶的领导人 他们有时候还有意无意的说 他们如果再见到这样的状况 不排除使用核武 那这样的说法呢 但是随着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组织 慢慢的把这些武器 一点一点的运到乌克兰的时候 俄罗斯他所谓的 不排除考虑使用核武这个条件 虽然说没有消失 但是也没有实现过 我们看到就是说 就算是一个核武国家 对上一个非核武国家 但是呢 双方只要背后是核武大国的 这种利益或者战略的冲突的时候 其实核武大概很难被拿出来使用 虽然说我们看到了 就在今天的外电 还有昨天的外电开始报导 俄罗斯的总统普丁 他已经宣布 暂时停止了 跟美国的新战略武器裁减谈谈条约 这个条约是在2010年签订了 当然这个主要还是希望美国与俄罗斯 两大核武强权 可以对自己的核武弹药库有所限制 那2010年是什么时候呢 那个时候呢 正好是欧巴马总统 跟俄罗斯当时的总统不叫普丁 叫做梅德维杰夫 那梅德维杰夫呢 他其实从现在事后看起来 他确实就是普丁的 你不能说是傀儡啦 但是确实是政治上非常非常好的伙伴 那欧巴马跟梅德维杰夫 签署了这个新核武裁减谈谈条约 签了之后呢 双方限制了自己一些核武的数量 还有他的载具载胎 那但是大家并没有说 核武不应该被使用 所以你可以看到俄乌冲突里面 它代表了一些含义 其实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评估 这些核武大国 他们对于对外用兵时候的 一些战略考虑 那当然我现在讲这么多 可能我们必须要 赖以为戏的是人的理性 还有人的道德良知 不然的话呢 其实有核武你放到 真的是已经是疯狂的流氓手上 他可能就用了 所以我觉得俄乌冲突 目前看起来 人的那个最底线的道德良知 还限制了 特别是像俄罗斯这些核武大国 不使用核武 但是在未来呢 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真的是 很难说 特别是俄罗斯 他已经宣布暂时停止 跟美国的新型的核武裁减谈谈条约 好 那这些细节啊 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来继续看 为什么呢 因为今天我为各位朋友 特别邀请到一位 从德国波昂大学 拿到政治学博士 而且呢 他之前在政治大学的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 担任研究员 担任所长 对于欧洲安全 国际安全 最近还包括像两岸关系 涉猎都非常的深 前几年他退休之后呢 后来担任了亚太综合研究院的院长 他呢也就是 我学界非常敬重的一位前辈 就是汤绍成汤教授 政大国关中心的汤绍成汤教授 现在是亚太综合研究院的院长 我想请他跟我们很快的聊一聊 我刚刚提到的慕尼黑安全会议 他的一些基本状况 还有汤老师 他对于慕尼黑安全会议的一些观察 那我们是用线上连线的方式 跟汤老师在做这个访问 所以希望这个汤老师呢 他可以在线上这个条件 相对比较不好的一个情况之下 还是可以这个尽量帮我们的听众 观众朋友介绍一下 慕尼黑安全会议 那汤老师您在线上了吗 是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是汤老师早安 那麻烦您这个上线了 跟我们就聊一聊了 慕尼黑安全会议 因为这真的是您这个专长 那那里 我想说这个慕尼黑安全会议 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 蛮陌生的 所以是不是可以请您 先很快的帮我们 醍醐灌顶一下 讲一讲说 这慕尼黑安全会议 它到底怎么来的 它重要性又在哪里呢 好的 他这个1963年 他们就成立了 其实那个时候 他们还是叫做 这个军事安全会议 并没有把这个名称 把慕尼黑这个名称 当做他们的会议名称 那那个时候呢 主要当然还是 你看现在60年代嘛 60年代 那个时候刚好柏林危机 还有柏林围墙危机 还有古巴边台危机 那个时候刚好结束 之后 那他们觉得说 这个国际情势啊 确实啊 好像是蛮危险的 那所以说呢 那他们就邀请了 这个当然重要的西方国家 那个时候 因为跟这个东欧这边 当然没什么大的来往 主要还是西方国家 那来共同商讨 一个阴影的对策 那这个组织呢 那他们是属于一个 私人的基金会 可是他们接受 德国联邦政府 还有巴伐利亚邦政府 甚至这个慕尼黑市政府 他们相关的补助 那所以说使得他们能够 举办这么大型的这种会议 那这会议你看 从这个63年 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那每次呢 都会产生相当大的影响 所谓影响的意思呢 就是说来参加的人 是这些人呢 都是可以说是 全球大概顶尖的 政治经济军事 还有这个 NGO的这个领导人 那你想想上 比如说这次 当然这个 政府跟国家领导人 就来了十几位嘛 那美国是副总统带队嘛 他带了将近六十位的参众议员 这是话话荡荡荡 人数非常多 那其他的国家 我刚讲了 比如说德国 法国 英国 波兰 什么的 这些国家的 他们都是政府领导人 或是国家领导人去嘛 等于说就是第一个一把手 一把手 那剩下的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国家 不过这一次 他们的几个重点 你要不要我现在直接就讲了 没问题 没问题 因为我们 我们觉得在台湾看到 这慕尼黑安全会议的报道 好像 怎么好像焦点都是在布林肯 跟王毅 但说实在 对对对 那个跟我们有关的 对跟我们有关 但其实这个会议牵扯的东西 很多很多的 来他老师请请请请 好的好的好的 那我就直接说了 好 那第一个 这个会议的主题 当然就是俄乌战争 我想这个是避免不了的 尤其这个是在欧洲嘛 那欧洲直接跟这个俄乌战争 有相当紧密的关联 那所以说 这一次会议的第一天的 第一场的演讲 就是这个斯林斯基 乌克兰的总统 他的视讯演讲 那讲了很长的时间 那等于就把这个会议的主调 就把它定下来了 就等于说 整个会议 他们都是围绕着 这个俄乌战争的 这个主题呢 来进行讨论 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 那就有还有一些 其他的议题 那那就不是重点了 那这一个 那我想说 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色 那第二个特色呢 是说 这个这次来参加的 这些国家 这些领导人物啊 有一个比较跟以前 不一样的地方呢 就是说 非西方国家的参与人数 特别多 差不多要过了一半 所以非西方就是亚非拉 亚洲非洲 拉丁美洲啊 像这些国家 因为我们刚讲了 我说俄乌战争 主要是西方国家 跟俄罗斯之间的 这种对峙对抗 那可是你 非西方国家的 亚非拉的国家呢 那他们呢 绝大多数 不愿意选边 意思就是说 你美方 你一直在 敦促这些国家 说哎 你一定要站在我们这边 要站在西方国家的这一边 可是这些国家呢 拒不表态 而且呢 等拒外交 意思就是说 我也跟乌克兰也很好 我也跟俄罗斯也很好 当然跟中国大陆 那就更不要说了 那跟美国也很好 大家都好朋友 那可是呢 你们现在爆发了这个战争 那你不要把我搓下水 这个是他们的这个基本论调 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场次里面 包括了非洲的啦 包括了这个拉丁美洲的啦 这些领导人 他们每个人几乎都是这种立场 他们说我为什么一定要遵循你西方国家的 这种路线 那所以说呢 他们拒不表态 这个是一个第二个我刚刚讲的特点 那第三个特点呢 那当然就是中国大陆的角色 那现在呢 那你想想看 第一个我刚刚讲了 我说这一次的讨论主题是欧乌战争 第二个呢 是说因为欧乌战争啊 现在搞了半天 参与国或间接参与国 他们之间好像在外交上陷入困境了 你像西方国家 与美国领导的这些国家呢 他们当然表达坚定支持乌克兰的立场 这点是没错的 可是呢 他们又有另外一个但书 所谓但书的意思呢 就是说他不希望被一个战争升高 升高到 比如说俄罗斯要使用核武了 是像这种情况 所以说呢 他们等于说让我的话来讲的话呢 是说 哎 叫小火慢吞 然后呢 临时恶国 意思就是说 我用这个小火啊 最好慢慢慢慢把你俄罗斯拖垮 那拖垮了以后呢 哎 西方就战射了 可是呢 这个战射又不能说 我把这个俄罗斯把普丁 逼到墙角 那逼到墙角 搞不好他就一下子 那体外走险 使用核武 那这点是他们不愿意看到的 那所以说他们就刚好卡在这个 一方面要支持 一方面又不能够全力支持的 这种 这种 你要说是困境也好 你要说是这种 比较这个特殊的状况也好 就是现状这种状况 那我刚讲 第二个就是 就是我刚说的这些 非西方国家 那他们就在旁边看啊 他们不愿意躺这个浑水啊 好 那现在更重要的是中国的立场 也就是说你西方国家 现在有一点 感觉到是进退维谷了 我虽然要支持 可是我又不愿意强力支持 我又不愿意把 普京的逼到墙角 那现在搞来搞去 搞来搞去 他是觉得说 那你中方应该是 做出点贡献啊 因为你跟普丁那么好 对不对 而且呢 还有一点啊 我觉得这边我要特别 强调的呢 是说 你看看乌克兰的反应 你想想看 乌克兰 在刚刚开战的时候 德国是什么反应呢 德国说 我给你钢盔 我给你枕头 那不武器的 武器是很后来的 对 因为德国他们 因为有二战的阴影 所以说他们 这个对于武器的 这种输出 赠送 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而且有 可以说有一种心理的障碍 好了 你看那个时候 那个乌克兰总统 他们是什么态度 包括他的外赏 骂德国跟骂儿子一样的 骂得很凶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子 我们都已经怎么样 怎么样 你还 这种态度 对 全世界到处骂好像 他到处骂 他还骂法国 那种总统 也照骂 对 对不对 他说 那个时候他觉得说 好像老发 不太愿意支持 那他结果呢 他也开骂 可是啊 有一点 你要不要 你可以 我要来 特别提醒的 他对北京 对中国 从来没有骂过 从来一句话都没有 对 我们看到都是 他们国会议员的 个别的发言 或者一些学者 但是行政部门 好像真的对北京 都没有恶言相像过 从来没有过 他们在大概 去年五六月的时候 那个时候呢 他们的外长 还有跟欧盟的 这些相关的官员呢 都有一个 请求 是说 哎 你中方是不是 可以出来 做个合适老 来调停一下 那中方那个时候 是没有答应 等一下我要讲 他为什么不答应 那现在这个状况呢 是说 俄罗斯 莫斯科这边 他在差不多 一个月前 他就放出消息了 他说 哎 习近平要来 春天要来访问 可是北京没有搭枪 这一点也是非常特殊的 他只是摆个姿态 意思说 哎 我要不要去 我还没决定呢 可是俄罗斯那边 已经放出消息了 说 习近平要来了 而且呢 现在刚好 大概是今天吧 这个王毅 又到了这个 这个俄罗斯 到了莫斯科 对 可能要跟普京 要见面 当然也就是 在安排 习近平 要不要去 俄罗斯 访问的 这个行程 那 从这个角度看呢 也就是说 你现在 中国跟俄罗斯 关系不错 中国跟乌克兰的关系 也不错 乌克兰从来没有 恶言相向 那所以说 你现在放眼 全球啊 谁可以来 当这个 和事老 你西方国家 完全被排除了 那你联合国也 那个机制 可能也不够 因为联合国里面 这个意见很多 那你现在 当然现在 只剩下中国了 对 本来 中国要来 如果说要来 当这个和事老 那他们有 他们的条件啊 他们的条件 也很简单啊 那就是说 你在台湾问题上面 你要给我 稍微的 做出一点贡献啊 你要稍微 做出一点脆让 你不能一天 打台湾牌 打着这个 打着这个 不亦乐乎 然后呢 我还帮你在解决问题 因为我帮你 你解决恶务问题的意思呢 是说 我当然是 要谋求世界和平 可是从另外 北京的角度看 我帮你那个问题 解决完了以后 那你西方国家 你就集中力量 来针对我中国了 对他来讲 他也是 这是一个两面认吧 一方面我是觉得 因为他们是觉得说 应该要帮你解决 应该要维持世界和平 可是另外一方面呢 那这样的话 那边你搞完了 那你就 全力来支持 这个对抗中国了 这是对中方来讲 他也是要采取一种 非常高度智慧的一种政策 意思就是说 首先 你要我来 躺这个俄乌的浑水 可以 那你在台湾问题上面 你是不是要做出点贡献 因为 这些问题 不管是俄乌也好 是台湾也好 都是美国在后面操作 那所以说 那就要看 那我想 北京现在呢 就是且战且走 我走一步 算一步 那看看 看看你们这边 有没有什么良性的反应 现在最新的状况是说 林肯 已经讲了 说 如果中方要提供俄罗斯 什么这个 杀伤性致命性武器的话 那整个中美关系呢 可能会有严重的后果 那其实这个东西就很简单了 你美国在打台湾牌 那中国就打俄国牌嘛 那两边就在这 在这边博弈嘛 那看看嘛 到底你要不要退让 到底你要不要来交换 那如果说你要退让 你要交换 那当然很好 那大家可能都相得欲章 否则的话 那就大家就继续僵持 那现在的就 现在就是这个情况了 那意思就是说 我刚刚说了 我说为什么 北京现在的这个态度呢 有点暧昧 所以暧昧的意思呢 是说我有这个意愿 我给了一个这个指南针 可是呢 我还没给路线图 指南针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方向确认了 可是呢 我怎么样来达到我的目的 这个里头还有很多很多的 这个模糊的这个空间 那所以说 这就要看 你看西方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这些 这些国家呢 到底你将来怎么对待台湾 那你对待台湾 我们现在看起来呢 好像美国要持续加码 那你如果说你持续加码的话 那中方可能在那个问题 在俄乌的这个问题上面呢 那他可能就要站在俄罗斯那边去了 我想说大概是这个情况 所以说可以从这个 这个这个木尼黑会议啊 可以看出来 这个全世界现在的这个格局 大概是有我刚刚所说的这种情况 所以我想你可以帮我补充一下 对 谢谢唐老师 唐院长啊 所以我们看到这木尼黑安全会议 它确实 它不只是一个高层官员 交换意见的一个地方 它其实也是一个外交实力 还有外交意图展现的地方 非常的清楚 而且这个外交实力 跟意图的展现呢 牵扯的 当然这一次会议主题是乌克兰 但是呢 台湾其实绝对在这个台风的 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台湾真的要很小心 外国在这些高层安全议题上的讨论 好 那唐老师我们请您再等我们一下 好不好 我们先进入广告 马上回来 我们刚刚在广告之前谈的是 最近刚刚结束的 在德国木尼黑的 木尼黑安全会议 那线上呢 特别请到了 亚太综合研究院的 汤绍成 汤院长 他同时也是政治大学 国际关系研究中心的 兼任研究员 他呢 也在德国的波昂大学 拿到他的政治学博士 所以呢 我们特别请汤院长 在剩下的一点点的时间啊 跟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呢 再继续聊一下 木尼黑安全会议啊 除了我们新闻中非常注意 非常聚焦的 所谓的美中战略竞争之外 其实在这个木尼黑安全会议里面 他真的不是只有讲 美中问题嘛 那汤老师也都很清楚 那我这边可以先跟各位听众 观众朋友很快的 这个说明一下啊 像我刚刚在前面第一节 第一节也讲啊 这个木尼黑安全会议 他有所谓的闭门会议 也有这个开放给 所有受邀参加的这些官员 学者之间的会议 他的闭门会议啊 其实你看到谈的真的相对 都是比较敏感的问题啊 譬如说他在一开始的时候 他就谈到了这个油气管的问题 油管气管的问题 因为在俄乌冲突的时候 欧洲其实受伤很深啊 他发现哎呀 过去对俄罗斯这么大的依赖 现在一旦发生了这种俄乌冲突的时候 糟糕了 我还一时半刻没有办法摆脱俄罗斯 对我的这个能源方面的影响 那这些官员他们当然就闭门在讨论 未来可以怎么继续的因应这样的问题 还有呢他们也讨论到了 怎么样让欧洲的军火库 可以有效的填装 因为发现了把这些军火 如果都送到乌克兰的话 欧洲自己国家就不太够了 那欧洲呢现在又遇到了一个看起来 好像越来越不可测的俄罗斯 欧洲当然也希望他们可以 有一些这个 这个军火 作为万一必须要采取自我防卫的时候的 一个重要的工具 但是欧洲之前已经没有那么大量制造军火了 那现在需不需要呢 这又是这些高阶官员 他们闭门密伤的一个讨论的重点 甚至还有什么呢 甚至还有包括像 全世界的水资源安全的问题 欧洲的水资源安全也不是完全没有问题 但是相对是比较小的 特别如果受到极端天气影响的时候呢 不只是欧洲 包括像非洲 像欧洲 非洲啦 像很多的前欧洲殖民国家 他们的水资源往往是他们 内战的一个重要的起因 那水资源的问题 包括在像南亚的问题 还有像亚洲甚至包括中国大陆 也都是水资源安全问题 都是很重要的 所以也有分析家讲说 在未来的二三十年 水资源可能是另外一个人类必须要面对的 重要的战略物资 好所以这个我们可以随便看一看 这闭门会议讨论的这些 很关键的问题 其实都是我们在台湾平常比较 不一定会想到的 那汤老师 您看了这一次的 目前安全会议之后 您觉得这个会议 它在中美之外 还有哪些其他值得 跟我们听众 观众朋友分享的一些地方呢 因为我刚讲的 意思就是说 参与者 第一个是政治人物 第二个是军方 第三个是财经人士 第四个是 这个所谓的NGO人士 那NGO的话呢 那它的层面就很广了 你刚刚讲的那些 都包括在内了 比如说这个气候了 粮食了 能源了 等等这些 全部都包括在内 那所以说呢 它的这个 这个牵涉的层面啊 是非常非常广泛的 那我刚刚只是讲了 它的主轴 那另外你刚刚讲的那些 比如说 闭门会议了 或那些 因为这个 报道的不多 因为他们释出的讯息不多 可是大概讨论的 议题 我们大概都知道 你刚刚所说的 比如说 粮食的问题啦 能源的问题啦 还有这个 火药库 公开这个武器生产线啊 什么等等 像这些 因为像德国的话 那德国 它的这个武器生产线 它是非常保守的 因为他觉得 他们从二战以后 他们在国内呢 就自我进行 所谓的和平主义教育 那和平主义教育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德国人呢 觉得二战以后呢 在欧洲 不应该再有战争的 这种可能性 那所以说 他们在这个武器这方面呢 他们是显得 非常非常保守的 即使就是说 在预算上呢 是相比比较低的 那最近 也就是因为 俄乌的战争以后呢 他们这个预算呢 才提高 那很多生产型 就原本就已经都 都废弃掉 那废弃掉 现在要重新 要把它 组装起来 那甚至还有呢 就说他现在要给这些 乌克兰的这些武器呢 就可能都是要准备 要淘汰的 那些比较旧的 那你现在旧的 走了以后呢 那你自己本身呢 你就要有新的来 地补 那所以说 他就必须要花大把银子 去要重新生产 这些 这个 比如说像那个豹二 Leopard 2 的这个 全世界大概可以说 是最好的这种坦克 等等等等 像这些 我们大概都可以了解到 那也就是说 可以知道说 这个 慕尼黑安全会议 他在国际上的 一个重要的角色 跟他可以 比尼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香格里拉 在新加坡的 那个香格里拉 大概都是春天的时候举办 那还有呢 中国大陆呢 他也搞了一个 他这个叫做香山会议 也就是说 他也是模仿 香格里拉的 其实香格里拉 也是模仿他的 模仿这个 慕尼黑的 那所以说呢 这个就等于说 欧洲一个 这个亚洲 这边两个 一个新疆 一个大陆 那从这里面 可以看得出来呢 就是当然 每次都是要看 这个最主要的 这个 应景的议题是什么 然后呢 大家就关注这个议题 可是除此以外 你说还有很多 这个NGO 那他们的这些议题呢 当然也是里头 非常重要 大家讨论的议题 对 所以刚刚 唐院长特别提到了 因为参与方很多 闭门会议 有闭门会议特定的 这个讨论的 这个受邀者 但是公开的会议 其实我们刚刚只是 触及到 我也不敢讲 冰山的一角了 但是我们真正只触及到 这个好多好多主题的一部分 譬如说 慕尼会会议 他们讨论了移民的安全 因为各位如果记得 2015年左右的时候 中东的一些地方 还有北非 不是好多的难民潮吗 那他往哪里跑 他都往欧洲跑啊 那欧洲哪些国家 好走好近 他们就去了 所以那时候 欧洲国家 包括梅克尔 各位如果记得 唐院长一定更清楚 梅克尔不是独牌众议 我要收这些难民 但是他也受到很多的 内部的政治攻击 没错 我想加一句 就说他们的时候 2015年德国敞开大门 然后接纳了将近200万的难民 大概不晓得能不能够计算一下 因为德国政府 他现在平均起来 给一个难民 一个月大概将近要折合台币 大概要三四万台币的这种资源 你想想看200万人 因为你想想如果说这些人到了你的国家 而你不给他这种安家费的话 他就到马路上去作乱了 又拖又抢 那把你的治安就搞坏了 可是这些人呢 他又不能够去工作 因为你一工作的话 你就抢了当地人的工作了 对 所以说怎么办呢 那把这些人把它养着 你养着的话 那你就得要出钱了 那所以说你想想看 那他其实在目前 再加上最近的这个乌克兰的难民 乌克兰总共全国是四千万人 可是现在大概有一千万人 在国外流离失所 在国内大概也有一千万人流离失所 那现在到外国的一千万 在波兰捷克什么周边国家 大概一个都是一两百万 一两百万 那他们的负担也是很重很重的 那所以说像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刚提出来很好 这个也就是说 在他们的这个会议当中呢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讨论的一题 这里就包括一个是难民 一个是移民 那移民那当然了 那你比如说 你像匈牙利 匈牙利这边也蛮有意思的 匈牙利为什么现在的 他这个国家 他跟这个欧盟啊 就经常作对 就是因为匈牙利的这些国 他这个国家里头的年轻人啊 就是因为加入欧盟以后呢 他们全都为了说要找好工作 要过好日子 就移到其他国家去 因为他们是可以移动的 你比如说我在德国找到好工作 我在英国找到好工作 我就跑了 所以说使得匈牙利啊 他这个年轻人啊 大量流失 那大量流失呢 当然了剩下老肉餐厅 他就是走这个保守路线嘛 而且呢 他还对欧盟提出抗议 他说你就把我的精英 都全部都吸过去了 对 那所以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 而他 而王毅呢 前两天还在 还在这个匈牙利 跟匈牙利的这个关系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友好 那所以说这是一个案例 而欧盟呢 还正在想要来制裁匈牙利 所以这个匈牙利造成这个欧盟里面的 非常严重的困难 所以这个也算是现在这个安全会 这个木银黑安全会议里头 这个让有些国家 尤其是欧盟国家呢 非常头痛的问题 所以说他们也在对这个问题呢 也进行了探讨 对 而且唐老师 最后我觉得我们很快的讨论一下 因为德国木银黑安全会议 他还有个闭门会议讨论的是 半导体供应链 对 德国卡在这个状况 他那么多汽车都需要这些晶片 不需要最高端的 但是也需要一些成熟制成的晶片 不然像上次有人讲说 有人买一台逼开头的德国的车 人家说现在那个没有 这个好像防盗所 因为晶片还没有来 所以德国现在卡这个晶片半导体 供应链的中间 德国现在态度如何 德国态度现在是这样 这个其实德国它就是等于说代表了所有西方国家的态度 包括美国在内 为什么呢 就是说因为这个晶片这个东西 确实是对于跟他们的这种生产的文化 是非常难以配合的 意思就是说你像譬如说台湾的台积电 台积电你进去的这些工程师 他下班以后还要stand by 所以stand by的意思就是说 你今天做的工作 你要有下一个人来接的话 那这个人如果说在跟你交接当中有出现状况 或是有些有些什么困难的时候 你必须要立刻来协助 那你说像这种事情 这个对欧洲人来讲就很困难的 他说我下班是我的时间了 你怎么还给人来叫我回去 我们还有30秒 对那这样的话那我们怎么办呢 那所以说他们就一直想说 我们要怎么样来试试看 是不是要把这个台积电也弄到我们德国来设个场 那这些东西呢 当然了我是觉得说当然想法很好 可是真正要做的话 那可能他们还要有很大很大的调整 对所以欧洲也在打台湾晶片的主意 而且还有一些西方人说 我们可能还减少对台湾晶片的依赖 那我们台湾的战略地位 到底是不是变得更不重要呢 我觉得这个好多都是需要我们未来好好探讨的 不过今天时间真的很有限 所以非常谢谢亚太综合研究院的汤绍成 汤院长汤老师呢 花了时间跟我们在线上聊了一下 慕尼海安全会议的种种 谢谢汤老师 好谢谢 那我们进广告 刚才我们请到了亚太综合研究院 汤绍成院长 跟我们谈了一下慕尼海安全会议的种种 也就是说 它真的不是只有中美大国的禁逐 而且是很多重要的国际安全议题 其中有不少 其实跟我们台湾还息息相关 但是呢 我们却没有办法直接参与 在里面发生 这其实真的是很可惜的事 不过这也是国际政治的现实与残酷 对台湾来讲 那再来呢 我想说再回到我们在节目一开始讲到 在两天之后 2月24 就是俄乌冲突的周年了 那当然这个 我刚刚跟各位听众观众朋友聊到 就是说 确实啊 这个核武大国去侵略一个非核武国家 但是核武大国 它目前为止 都还有这些人类道德理性的最低底线 不轻易使用核武 但是呢 就在最近这一两天 俄国已经说了 他要暂时停止 跟美国在2010年前的 新型战略核武裁减谈谈判条约 他之所以这样子呢 就是因为俄罗斯认为说 美国一直协同他的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盟邦 把武器运到乌克兰 而且呢 美国这些武器越运越好 从一开始 只是一个非常强调防御性的 甚至只是炮弹类的 然后到后来 包括在台湾那些听众观众朋友 可能比较熟悉的 像海马斯的飞弹 然后现在甚至 包括德国要提供鲍尔坦克 这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坦克之一 还有英国也说要帮乌克兰 训练飞行员去操纵美制的飞机 这些当然我必须讲 旷日费时 因为一个武器 不是像我们拿一台手机 或者是开一台车 一下就可以手忍 它需要不少的时间 特别是如果在战场 它常常反应的时间 都是非常的短促的 但是呢 俄罗斯看到这样的情况 当然越来越心生不满 但是俄罗斯呢 他目前为止包括普丁 包括他的之前的总理 叫做梅德维杰夫 他们都是说 俄罗斯不排除使用核武 他只说不排除 但是目前都没有看到真正的动作 所以这一次 这一次普丁他宣布暂停了 跟美国的那一个核武裁减的条约 其实也就是说 俄罗斯他可能会继续的进行 在陆地上这些核弹头 或者是核子载具的这些试验 因为俄罗斯有一阵子 因为这些美苏核武裁减的条约呢 而没有进行相关的试验 那现在呢 俄罗斯如果要恢复试验 当然就表示说 他对于俄乌冲突 可能会有新的看法 当然也可能是 俄罗斯又在虚张声势 透过这些核武的试验 核武的这些威胁 希望西方国家呢 可以降低对乌克兰的支持 我们现在不知道 俄罗斯的下一步到底是什么 但是我们兵法不都讲 料敌从宽 料敌从宽 所以当然西方国家就必须很紧张的 很严肃的看待俄罗斯 他暂停跟美国这些核武裁减条约的 这个这个做法的后续效应 可是呢 话说回来了 俄罗斯退出了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核武裁减谈判条约 美国的川普总统 他也是啊 他当时在任的时候 他主动了退出 跟俄罗斯签订的中程飞弹协议 也就是当时这个飞了大概 从1000公里到3000公里左右了 大概这样的这个飞弹呢 当时大家就说不要生产了 因为这个飞弹可以带核弹头 那可以攻击到很远的地方 他有很高的战略意涵 但是川普就说 不管了 我就先退出了 这只是川普退出的 其中一个国际条约 那俄罗斯呢 现在根本就是 等于是这个相对的报复之外 而且他选定的是 专门针对核武核弹头的 这个裁减协定 里面本来是说 美国跟俄罗斯呢 双方最多不能够超过 1550颗核弹头 双方各自啊 不能超过1550颗核弹头 这个核弹头 大家可能没有什么概念啊 但是我看过一部纪录片 这个英国的核武专家呢 他说如果你要把地表 全部炸翻一遍的话 你最多大概500颗核弹头 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就算把它加倍 变成1000颗核弹头 我们把地表炸翻一遍好了 美国跟俄罗斯 现在各自拥有 据说大概1200到1500枚 左右的核弹头 那他们要干什么呢 当然就是作为一个 不管你叫做耀武扬威 或者是狭武自重 狭核武自重的这样一个做法 好 另外呢 这个核武被终止的 暂停的这个核武条约 他其实还提到了 包括像 这个导弹 不能超过7000枚 然后呢 再送这些核武弹头的载具 也就是战略轰炸机 也不能超过700架 那大家要知道 这个像 特别是战略轰炸机这一块 美国跟俄罗斯 它的战略轰炸机的 发展的水平 远远比中共解放军还高 我们最近看到 中共解放军 它的这个飞机 还是不断的 在台海中线 还有在台湾的 防空识别区的西南角 还有东南角 进进出出 其中包括了 中共现在最常用的轰6K型的 这个轰6K型的这个轰炸机 那中共的轰6K 跟俄罗斯跟美国的比起来 其实一个最大的缺点 或者叫做短板就是 它不能逆中 它不能隐形 而且轰6K呢 它是从1960年左右的这个 从俄国来的这个机型 不断的演化 然后把它强化 甚至把它的这个 一些结构 把它的发动机 把它的这些 包括玻璃等等的科技 全部更新 但是它的主要的机体 在台还是过去的设计 而且我刚刚讲过 它不能够隐形 所以像这些战略轰炸机 美国跟俄罗斯 他们的领先的科技 其实让他们相互之间会 相互的担心 万一对方对我提出奇袭 我来不及反应怎么办 那更不用讲说 除了战略轰炸机之外呢 美国跟俄罗斯 他们都有 这个路上发射的 洲际弹道飞弹 然后他们各自的潜艇 也可以发射 这些洲际弹道飞弹 而且都是可以带核弹头的 所以我们讲的这一个 所谓的长城战略轰炸机 还有陆上的这些 洲际弹道飞弹 还有潜艇的发射的 这些潜射飞弹呢 他们三位一体 构成了全方位的 核武打击能力 或核武威吓能力 所以像俄罗斯 现在退出这一个 这个核武裁减的条约之后 那俄罗斯下一步 真的不知道是什么 而且呢 双方其实都有足够的 三位一体的核武打击 或者嚇阻能力 所以未来 在欧洲安全的讨论上面 可能会更加的这个紧张 那在俄罗斯跟乌克兰的冲突 最近大家也看到 好像陷入了胶着 但是我只能讲 原则上 在乌克兰的东南部 东部 还有包括2014年的克里米亚 大部分都已经在 已经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中 而且现在 在乌克兰的一些东南角的 这些村镇 有长期的俄乌的对峙 但是呢 最近泽伦斯基已经放话说 在有些地方 可能大概 我们不会不计代价的死守 因为有些地方真的 他的居民从七万多人 可能调到只剩下四五千了 而且呢 俄罗斯 他的佣兵 就是瓦格纳集团已经说 我们预计在春天的时候 大概这些地方就可以收复了 俄罗斯是用收复这个字 那所以你可以看到 如果僵持这么久 那这些地方一定有 他的战略重要性 而且同时间 我们已经看到了 美国已经在放话说 这些地方 其实没有什么战略重要意义 我的感觉是 可能这个地方真的快守不住了 所以美国开始在降低 这个事情发生之后的 后续效应 那未来俄乌冲突一周年之后 俄罗斯是不是会使用核武 美国跟他的北约盟邦 是不是会进一步的提供 更精准 更先进 甚至射程更远的武器 那俄乌冲突有没有办法 譬如说透过中国大陆 还有最近受地震 很大影响土耳其的中介的调停 我觉得一年之后 这些答案还是没有人知道 好 今天我们时间到了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听跟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